心燕是一名想象力丰富的女孩 在她脑中充满着她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她的嘴边总是挂着一句 为什么 心燕觉得红绿灯里面住了一个小精灵 我觉得她一定是一半红一半绿的小精灵 红绿灯里面不是住的小精灵 是有灯泡在里面发光 引导着路上的交通安全 心燕闷闷不乐 因为圣诞老公公没有送她想要的百科全书 对 她一定是搞错了 妈妈 为什么圣诞老公公总要给我养娃娃 这我不想要 妈妈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可能你得自己找答案咯 她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她没有自己找答案过 谢谢 谢谢 我知道了 感谢神明保佑 我就知道了 苦恶了 差一点了 要找我来跟老婆就好了 喂 喂 老板您好您好 是是是 好 我记一下老板您稍等哦 好 好 我知道了 老板我尽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圣诞老公公会送我百科全书吗 妹妹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圣诞老公公都送我不想要的东西 嗯 这样啊 不如你写信给圣诞老公公怎么样 写信 嗯 嗯 这都给你 好的 没问题 交给我 好的 没问题 交给我 好的 没问题 交给我 欣诞每天都会在门口等着邮差叔叔 拿回信给他 妹妹 有你的戏呢 有你的戏呢 嗯 谢谢 谢谢 好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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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